所有人都到了 我還記得從一個 在台灣剛剛出道當歌手的時候 一個非常親密的我 到現在一個非常成熟的我 雖然我非常成熟 但我的初心已經沒有變過 我還是那麼愛我台灣的歌迷 一集都學 雖然現在公眾過世為的改變 可能以前很多時候 一年出三張唱片 不停地打歌不停地三成 到過去這十年多了 我把我的衷心放在電影上 因為人是會成熟的 當我慢慢唱出的時候 我覺得 音樂的舞台 除了音樂舞台以外 我覺得 我喜歡創作 也希望在白夜的時間 放在電影上面 但是我也非常幸運 在電影上面也得到 電影對我的家庭 即馬掌對我的家庭 然後 然後 一起我不斷地努力 在我的工作上面 然後 在香港 我也拿了金像場 就像他主角 這些都是我 這些都是我一集一集 一集出貨自己 這些都是 所有的歌迷 從我出到所有的歌迷 給我的力量 讓我一步一步去實際我的夢想 我非常感謝所有的歌迷 我還記得 然後 談到歌曲 我們回到歌曲裡面 我還記得 我在 幾年前 我唱了一首歌 一首歌呢 是一首童謠概念的主題曲 在廣告裡面放進去 在廣告裡面放進去 做了我的廣告的歌曲 那個時候呢 我需要一個爸爸 裡面有一個四歲的小孩 一個四歲的女兒 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 有自己的小孩 現在 我已經有我兩個小孩 兩個都是我 寶貝女兒 到現在 我才知道 為人父母 一點都不容易 當我唱出這個 童謠的時候 我就會相信我媽媽小時候 當我很提的時候 當我不睡覺 她就會唱這個小童謠 哼的這個童謠 等到我睡覺 有些時候 她煮的飯 背著我 我愛她的媽媽 一直在哼的這個歌曲 最好 待我收睡 睡醒 媽媽 還在醒醒 還在走開 我覺得媽媽的心得好 媽媽的愛 是我一生的 用這個時候的一切 都不能夠打死她們的 媽媽媽 現在年紀很大 而且現在 她的腦筋已經快清醒了 我真的還有一天 她不認得我 所以 我會非常感恩 我非常感謝 上天 給我擁有一個家庭 有我的太太 有我的女兒 有我的外婆 外父 好友的照顧我的女兒 幫忙照顧我的女兒 所以我覺得 在這一刻裡面 我希望把這首歌曲 送給我們所有的天上 因為我們一定要懂得 去感恩 去感受我們所有的父母 我希望把我們養大 好不好 好 因為我覺得 有愛 有情的歌 是永遠都不會老的 送給我們全天上的父母 祝他們還有祝你們 中秋千八道